故人之后 自当鼎力相助 于姑娘 你爹近来可好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你能成功破解我蜀山建阵 这足以说明 你受了上官警我的亲传 上官警我办事一向小心谨慎 他一定会把这件事情 交给一个极为重要的人 更为重要的是 你和你娘肃英 神态有几本相似 你说 你不是上官警我的女儿 你还能是谁呢 只是我有一事不明 当年你娘肃英 坠入山崖而亡 那你 我娘当年一息尚存 是我爹将她救回来 本来她可以舍弃我 保住娘的性命 可是我娘她凭死不从 用尽全身真齐护我周全 直到我出生 她也耗尽全身真齐而我 孽缘 真是孽缘哪 你不用在这里信心作谈 我爹娘沦落至此 全般属山所赐 你既然已经知道我的身份 为什么不杀了我 我为什么要杀了你 这渊源相报何事了 上一辈的恩怨 何必要影响到下一辈呢 那你与丁尹 我之前的确骗过她 但是我此番冒险上属山 并不是奉了我爹的意义 而是 而是 我不想辜负她的一番挂念之意 并无其他企图 那你可知 你们香蕉越深 越会令世人不容啊 前辈也很在意 这些门弟之箭吗 我身在魔宗是没有错 但除去身份 我就是我 我所行所言 皆由心而生 在丁尹面前 我只是欲无息 不是什么魔宗大小姐 更不会担心 什么正邪不两立 那你可知 如果丁尹知道了 你的真实身份 她会怎么想 如果她不接受的话 我就当是瞎了眼 看错了人 但我绝不会 后悔今日之所为 好 你不愧是上官警我的女儿 我欣赏你的坦荡 前辈 请问你打算如何处置我 丁尹 丫头 放心吧 我只是封住了你的穴道 你暂时也不能用内力 这是我伏魔谷的一个别院 鼠山弟子一般是不会进来的 你就在这儿好好的休养 我估计那小子呀 很快就会带着药回来找你的 我临走之前 想给你一些忠告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是难能可贵的 我希望 你不要辜负 师伯 月儿她怎么样了 她刚刚醒了 现在在里面休息呢 我去看看她 等等 我虽然已经答应她 可以在这儿疗伤 但她毕竟是个外人 你们活动范围啊 也就在这小屋附近 这对你对她都有好处 千万要记住 知道了 师伯 多谢师伯宽容 去吧 老天爷呀 你真喜欢捉弄人 世事轮回 又让鼠山下一代的弟子 重复这种孽缘 不要动 都跟你说了 不要动 我给你带的这些药啊 对你的伤口很好的 来 过来 很痛吗 没事 鼠山剑阵 自上次你闯入后啊 已经重新布置过了 你下次要再想闯进来 你要先想一想 好不好 上次我来抓你 一路上畅通无阻 这一次 我是一心想来找你 可是却艰难重重 你说 这是不是上天在捉弄我们 你是特意来找我的 我收到你给我写的信了 本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我没事 我很好 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 玉儿 能否为你娘报仇 就看此举 机会仅此一次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不惜 娘的血还深仇一日未报 我一日都没有资格谈感情 玉无心 你醒醒 我跟你说啊 你的那个伤口啊 这两天不要碰水啊 什么都要听我的 你这是在命令我啊 对啊 我在命令你啊 在你的伤口痊愈之前 什么都要听我的 知道吗 你好好歇息 什么都不要去想啊 你乖乖地在这儿睡 我呢 哪有人去 就在这里陪着你 你好好歇息吧 我不会打扰你的 睡觉啊 嗯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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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屋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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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到底怎么回事 树山破了金蚕树 不行 血池快干了 舅舅的旧伤 你为什么不早说 宗主不允许我说 锦武 你没事吧 锦武 你撑着 我去找大哥救你 宗主 头发的狗东西 在我的血树里面 吓了剧毒 宗主 副宗主 你别管我 赶紧去找血奴 不管用任何方法 赶紧去呀 中原的血奴 没有天尊赐的血为瘾的话 反而会 反射得更严重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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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主何必如此 天尊看到了 会伤心的 联灯 天尊知道 宗主血池告急 特命我送来天狱摩地的血 这个血 可比人血金贵多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宗主 若不是宗主贤能 天尊怎么会有所顾忌 想来也是宗主你锋芒太漏所致啊 这些邪我不要 金武 宗主 你不能死你要活着 活着才能报仇 无论你现在有多少的屈辱 你都不能死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宗主 宗主 我胆子小 你可不能像上次一样吓我 你还是好好地享用天尊给你的血吧 副宗主 在下要赶快回去向天尊复命 就不多留了 天尊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请你好自为之 在下 告退 我就怎么想 et à 你 integration Mother 梁武 你撑住 我想这样 我 好 你 我 你 好吧 终于想起大哥来了 哥哥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紧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他 我会这么做 是因为要帮你拴住紧我 我的傻妹妹 要不是我在她的血里下毒 她会在你身边乖乖这么多年吗 我的事情 不用哥哥操心 不用我操心 那你就做好你的事 让上官锦我 也做好他的事 你放心 我们的人已经成功潜入属身 好 做得很好 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 多年前上官锦我骗过你一次 难保日后他不会有第二次 妹儿 我们兄妹血脉相亲 你要记得 世上只有大哥不会害你算计 待我们夺取南明离火箭之后 破了阵 夺取赤魂石 大哥带你称霸中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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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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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立马就拒绝了 这回我们都亲自登门拜访 他却一流烟地躲起来了 这算什么待客之道啊 看来他心中 还是怨恨难平啊 师叔 你 你说什么啊 没什么 我说世外高人嘛 一定是有点脾气的 对不对 当然了 像你百草师叔 我那么好脾气的高人 世上可不多见哪 你哪有什么好脾气啊 还敢说 是他 她真的还活着 吕炮当日坠崖未死 素衣活着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可惜 她似乎并不太愿意再见到我们 当日是我要置他们于死地 现在即使知道他还活着 我也无脸请求他的原谅 掌门师兄 你也不必太过自责 素衣师姐 未必不肯原谅你的 此话怎讲 据青云描述 绿袍放出金蚕危害民间的时候 素衣却在疫病发作地区施展一术 更是被人尊称为素衣仙 依我看 素衣的所作所为 皆是在绿袍背后默默地 弥不过时啊 你言下之意 是说 锦我不知道素衣还活着 那素衣 也不想再见锦我 正是如此 所以 如果我们找到素衣 绿袍与我蜀山之间的恩怨 或许就可以找到机会化解了 如果 真是这样的话 那真是天下之大幸 百曹 这件事情就交由你去办 一定要小心谨慎地暗中查访 素衣心里 经历了太多的伤痛 我们不能再出错了 是 掌门 这浮摩谷风光别致 可惜蜀山之人全人不懂欣赏 把他当作禁地 真是辜负了这一番眉急 你说对吗 丁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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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怎么回事 来 疲惊 丁颖 丁颖 小夕 这是什么 妙仪师伯不是说过 扶摸骨没人去住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看上去好像是私人之物 素因师妹亲戚 景莫师兄 原来这是他们的旧物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害怕 我会落得像他们一样的下场 怎么可能 你已经脱离了魔宗 不再是魔宗的人 等掌门回来 我就求他把你收入楚山 到时候我们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事情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 我定颖答应你 一世保护你 敬你 重你 爱你 信你 绝不食言 师伯 臭小子 我跟你说什么了 让你待在那儿不要乱走 你们现在闯入了禁地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请事不恕罪 我看玉儿他伤势好转 想带他出来散一下心 对了 我们刚才在这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那个你这废寝忘食的赵国玉姑娘 记不记得有多少次没给我打酒了 臭小子 臭小子 还不赶快去准备韭菜 晚上啊 咱们好好喝两杯 那 那 那玉儿他 怎么 还怕我吃了他 你就让他陪我聊天吧 赶紧去吧 好 丫头 这是我们蜀山当年用来镇守天狱魔帝的封印 而这把南鸣里火箭 是白眉真人用来封印魔帝的圣物 当年一战 你爹孤军深入 差一点就从封印里出不来了 而你娘以血入剑 硬生生地把封印打出一个缺口 两人才得以相聚 没有想到的是以后的事情 真是天翻地覆啊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些 难道你爹对于旧师 从来都绝口不提 蜀山对于我爹来说 只有恨 硬爱生恨是最可怕的 对于你爹来说 你娘比起整个蜀山乃至天下更为重 因为她无法承受失去你娘的痛苦 所以才无法从这仇恨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前辈 我娘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我自入蜀山之后 就败入天门峰的门下 我与她交往不多 不过我知道 她虽是一个性格刚烈的人 但内心却极为善良 丫头 这一点你很像她 若不是因为我 我爹和我娘又何须受这种煎恶 我长这么大 从来都没有见我爹他笑过 我一直以为 我爹是一个不懂得快乐 为何物的阴郁之人 方才见到了那些书信 又仿佛看到了他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如果不是当年的恩怨纠缠 他们该是多幸福的一对啊 丫头 这一切也许是命运捉弄 又岂能改善你 债官定论谁是谁非呢 只可惜我当年在凌云峰血战的时候 被派到了山巷 去安抚各门各害 如果 如果当时旁边有一个清醒的人 也许可以阻止这一场悲剧的发生 这怎么能怪前辈呢 您对晚辈多番提点 晚辈不胜感激 只是 晚辈不知道您带我来此地 是有何用意 我很清楚 你一直想了解你爹娘的过去 我想来想去 整个蜀山 与他们有关联的东西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把剑了 难鸣离火 威力非凡 当年蜀山弟子尚无人可以掌控 但是你娘 不顾一切地去救你爹 竟令零剑任主 我相信这是爱的力量 才打开了那个缺口 但 凡事一提两面 爱虽然能救人 但是也能害人 这一点你必须要明白 前辈 如果您是担心丁颖 我会向您保证 我绝对不会再伤害他 我不是担心他 而是担心你 担心我 丁颖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他以为 你只是绿袍的一个手下 以为只要你脱离了魔宗 就可换取机会 但事情远非他所想象了 这二十多年来 我一直是我爹 他手上的一把利剑 替他执行任务 对于其中的是非 我从来都没有仔细想过 直到我遇到丁颖 我才慢慢地感受到 安心和快乐 其实我内心 充满了挣扎和恐惧 我正怕我自己一不小心 又伤害到他 但你应该明白 丁颖 是蜀山弟子 已经归属正派 而你爹 他是魔宗的立场 难免有一天 正邪不容 兵戎相见 到那个时候 你与他们二人之间 又该如何选择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其实并不是没有办法 就看你要如何选择了 前辈的意思是 当年你爹 在蜀山的时候 是一个风度翩翩的正人君子 正邪之间 只是一念之差 所以我想他正是因为 放不下你娘的事情而痛 因此才把仇恨 转移在别人身上 可是当年 你娘可以不顾一切地将她 从生死关头救出 丫头 你又何尝不能啊